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手吧 他愣了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我明明这么好 你却要离开 是我对你不够好吗 是你觉得我烦吗 是我影响你工作吗 是你嫌我长得不够好看吗 可是我很注意自己的保养啊 其实你也有一些毛病啊 我一直以为可以互相妥协容忍 才算是真正的感情 可是你这么偷人 难道你想报复我吗 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想不透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哦 好吧 我撕给你看 哎呦 和好吧 他们以此相比 你的耳朵肯定受不了这种轰炸 哎 就这样你跟他分手失败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何成功地摆脱处女座的女生吧 既然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洁癖 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地装脏 你只要把自己装得尽量脏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你要需要如下两个道具 厕所纸和水 这是为什么呢 那就是把自己装成这一副 非常肮脏 非常 不说了 为什么要挠头呢 首先要把指甲垢放到头皮里 又要把头皮线挠到指甲里 哎呀行了别挠了 再挠我自己也感觉痒了 哎 你要挠鼻屎 你看见处女座的女生 你根本不用跟她说话 你一边挠鼻屎 一边看着地面就可以了 你一边抠鼻子 她就会觉得非常的恶心 你根本不用开口 分手吧 你看她就这么被你挠走了 耶 你看男主角非常高兴 哎 做了两面夜了 这就是如何成功地甩掉处女座的女生 你只要装脏就可以了 哎呦 哎呦